上路强铁男 然后另一边的话 可能打野半九筒 两边的茂凯以及明凯两位教练 相信心中自有定数 我们赶紧进入到BO5的最后一局的 这个决胜局BP 蓝色方EDG红色方VG 谁要看一下会不会放鳄鱼 就是小翔比较拿手也是鳄鱼 看VG这边会不会放给他用 是耶 这个还不确 他之前用的真的都很上手吧 奥拉夫 潘森跟瑞兹 VG这边的话 阿卡丽MF 最后一手不办鳄鱼的话 那一楼的话 EDG是可以去拿的 想一想想一想 鳄鱼吧 他之前都不给他玩 这把就别给他玩了吧 还是蛇女 明凯教练刚刚摇了摇头 似乎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么EDG的蓝色方ED一选 给到谁 不会还选蜘蛛吧 选鳄鱼吧 选鳄鱼吧 主要是你如果这个位置去选鳄鱼的话 就是你很有一种可能就是 你已经跟名牌跟VG去打 就是意思是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可能要选蜘蛛 我就是要打上周围 继续打鳄鱼蜘蛛的机械 你X敢不敢抢我的蜘蛛 我把这个棋放在你面前 他反过来 剑膜 剑膜来打 刀妹大家期待很久的 或者刀妹看一下 在最后一场的比赛中能不能够拿出来 哇武器大师吗 就是要硬拼嘛 武器大师 我不太相信 还是拿了九头 但我依然觉得就是 Cube一样可以选择铁男 就没有什么关系 你前三手保一手铁男的选项下来 我发现他们已经吃到套吧 下路已经不用起了 就是卡莎 卡莎就是可以打凶一点 也可以发育一点 打头 反正又有弄 是艾伯这边 嗯 蜘蛛奇亚娜加乐鱼 一定是最凶的 我觉得是版本比较最凶的中上野了 前三手保铁男了 把日女的这个地位往后放了 我觉得除了第一场比赛 EDG是拿到九桶之外 剩下的刚刚的三场 都是打这样的体系 就鳄鱼蜘蛛 看似的打一个前期的强攻 要越他 这把要越他 对 就把杰杰一定要绑小翔了 就是这把甚至不光说 去倾斜 甚至就是打野也要倾斜 下路班卢虾 其实我觉得班卢虾 没那么多必要 赛娜在外面 可能赛娜跟霞取一个班吧 接下来 这把反正EDG还是得帮上路 就是看中野能不能把节奏带起来 去越来 反正其实不用不用中野 蜘蛛就行 只要鳄鱼把线控好 稍微耗一点点血 就是百分之二三十 蜘蛛就够了 蜘蛛就上去 就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 说鳄鱼加蜘蛛这个东西 是个耿骨不变的好组合的 就在于 你不需要管其他人 我的 想两个人就够了 对我选出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你管你其他 我就音乐 我就无脑上 所以这种东西 简单粗暴又有效 就看这把他能不能扛住 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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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拿赛纳的呀 看他被叫不要搬 不搬的话 那选择到一个稳定蜡线的下路是可以的 哎 那而且看一下 一滴记的接下来这一手 是要不要搬掉杰斯呢 因为杰斯打西亚纳来说也还不错 主要是中期的线上压制力实在是太丰富了 这时候开始把他拿手一点的英雄 这把特别关键 就是上手的英雄不给他玩 我有注意到 Scooter的 Scooter的表情 好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轻松啊 VG这把左一会选吗 左一 EDG吗 VG VG啊 VG如果说到Forge玩左一的话 左一AP伤害有点多 他最后一头选 他这个 的确AP会有点异出 我觉得Forge可能还是拿一个 AD刺客的 相反好一些 没有很好的选择 NOC NOC感觉其实Forge不是很喜欢用 对 是就没怎么接他用过 但就单纯的从英雄选用上来说 这是个选项 女坦他们好像玩了五盘了 反正EDG也不搬 对对 这一把EDG也不拿塞纳了 霞挺好了 霞才挺好 我前几把确实前期没有声音之后 我会发现我很难带动比赛的节奏 很难为队伍做到事情 所以这一场选到了霞加上泰坦 打线也非常强的一个组合 而且最主要是能自保 我们上中野大哥做事的时候 下路至少对吧 能稳住 我觉得这把EDGVP 调整的挺好的 我觉得算是最好的 就是你在换编了之后 EDG先用这个换编知识 是拿出了自己能够做到的 应该算是最好的一个 鹅鱼蜘蛛 奇亚娜这个中单也很稳 真的很稳 对 那看 问题就来了 维基看一下 卢西安 已经扮了 他已经扮掉卢西安了 最后一块拼图VG 在焦太郎身上 还是哦 拿铁蓝中单吧 不 我觉得是中单青钢影 如果说这要拿的话 其实 Forge在LODO是使用了很多把 青钢影中单的 这也算是他个人比较擅长的 风险还蛮大的 真的风险 对 你拿出来 风险还蛮大的 我真的也推一手 这个可能是中单青钢影哦 对中单青钢影 但是如果让鳄鱼打好了的话 鳄鱼到边线去 青钢影都打不过他 有可能 除了他肥的话 是 但我们之前有看 其实也是扳过来了 青钢影也有可能肥的话 鳄鱼也带不掉他 对 但是青钢影有一个点是在于 他是一个箭筒型的位置 尤其他还存担了一定的开团功效 在中路的这个位置上 他可以去帮助X 去做很多的一个导向标的作用 就是这一波 我跟你去打谁 就他的开团能够帮助X 接上一个二段空间 因为我们也知道X有的 他比较少开团 我觉得他主动开团 主攻开团的几率其实蛮低的 对 X很难做第一个冲击的那个男人 他最多就直接就打他 很少一闪 所以很有可能这一场Forge 做一个领路人的姿态 是 我选择到 改变一下 像导妹也好 我发现每次打团 我直接闪现都要用来开团的男人 对 焦太郎真的是一个兄弟们跟我上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面对的EDG 我们个人 我们在解说方面认为来说 EDG这把的BP 调整的相当的不错的情况下 同样另一边 茂凯教练也是依然给出了一个 遵循着VG个人特色的一套阵容 这套阵容 在最后 不知道跟EDG这一套 碰出能把这个最终的决赛门票 碰到谁的手上 我觉得VG的上中是越打越好 就越打越状态越在 是 是的 但这一首中单青钢磷 刚刚马哥也说了 在LDL其实焦太郎真的玩了太多次了 玩了很多 但在这一次 得悲还没出现过吧 对就是没出现过中单青钢磷 对 在这一次结果会如何 可能会是一个我们会考虑 相当于有点风险的一个选项 我感觉这一首 其实有点就是双刃剑 很容易他就崩了 对 真的 真的一点用都没 所以 他还有一个其实在 然后就是他选择到 就焦太郎 选择到青钢磷的时候 更多的是去做一个中叶联动 就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 如果青钢磷以前 去找不到自己的节奏的话 你在后期没有装备支撑去 让你做一个打团的进场之后 你会功能性来的 没有启亚纳那么的大 就甚至就直接没用了 对 就直接销声匿迹这样 其实VG的中叶联动 没有那么强的 没有一滴机 确实那么紧 对 对 所以看一好吧 这一把两边的发挥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到了第五局的 笑话式峡谷 所以这一把有很多问号双方 在各拿下两场比赛之后 选择出来的一个 最适合自己 阵容和打法的 就最好的一个 最符合自己特色的一个打法 对 就他们也选择了 把自己的 这自己的一个特色 从前面两把 到后面最后一局 依然是延续了下去 但是这一把EDG 做的最好的一点 我跟天眼灵的一个认知 就在于 他们把线上的强度 也提起来了 真的提高 特别是 你看真的要把鳄鱼 给他选出来 他们都放了 是 这你再选其他 真的没意思 就是我把鳄鱼 先选出来了 反正我打谁都可以 那我们看一扶门方面 好像都还挺正常 对 正常了 不 这都不会带征服着 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东西了 强攻的中路青钢瘾 也带的是一个点燃 这一把 看一下啊 上来直接勾锁 被打到躲着 也是知道 下纳这个英雄 在一级的时候 确实没有什么用 直接上来勾锁 想要消耗一下血量 是 而且本身有自信 护盾的情况下 挡你一下带被动的平A 整体的符文 凯旋欢欣 带了一个坚毅不倒 负气的话 依然是护盾猛击加害股肚层 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 前期抢一下中路的一个线权 双方大野的开始动向 直接往上都刷了 开始 但是其实中路好像突不了他线 挺早见的这一把EDG没有做什么 一级对吗 入侵啊 因为他们这边过去有点不太好 是 发现了好像有点打不过 对 主要还是换边了 蜘蛛加泰坦 因为之前 他们中单是奇亚娜嘛 一级确实比较弱 这次调换了 上路方面来说的话 第一波线好像也是鳄鱼占据一个主动权 X也是自己的 那这波是约不了了 就是这个线没有耗到血 然后蜘蛛也抓得比较慢 蜘蛛直接反过来了 他就直接往下路跑了 其实你没发现就是 X的这个开眼也算是在保护 保护自己的上半步 而且我看了眼 这个野怪营地的图标啊 这个X不会是自己开的三郎往上刷的吧 对 他是自己开的三郎 他自己开的三郎往上刷的 因为他要保证对下路能推线 哇 这个X也是挺 公路到了 直接交了一个治疗 简然车也慢了一点 反正打了一个余阵 闪现在定 定的是iPhone 那这个不转手一指 正面的话再给一个这个 W的技能 没打出被动来 白手还差一滴血 直接就要闪兄弟 我先走一步了 好了 会死了 最右下期 飞肩之后拉起 差一下期也给了出来 结结也是急杀掉了 有点急啊 就是其实一开始 中路挂上点燃 有点危险啊 不过这个位置 X赶了过来 哦 点燃没点死 X是拿人 人声帮助 自己的中单 逃出了升天 其实Maker一开始 有点小问题 就是质量慢了一点点 但是让女坦走了之后 她们 女坦已经走掉了 她还回头 反身 对 她反身去医了一下 她习惯性的以为自己有余阵嘛 但她余阵CD没好 但是这一波的话 耶斧又过来了 这下蜘蛛直接起来了 她101 很顺 而且她是直接刷下来 她没有 她没有蹲 她现在还能刷掉她蓝buff 是 哇 那这样子的话 很伤 九筒再一次野区会 渗用到一个 因为现在蜘蛛家里 还有三片野怪营地啊 其实我觉得还是这波 就是毕竟没有意识到蜘蛛 往下路刷了 就是前面 鳄鱼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 就是可能还是没有心情暴准 她把线推了之后 她没有做什么事情 没把线推进塔 她去 上路的小彩虫点了个野 他我感觉 然后加上铁蓝就满血了 我觉得铁蓝应该要 要说一下蜘蛛不会来上路的 就是这种心情 然后打野服装判断 蜘蛛会往哪里刷 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职业选手的角度去 包括整个局面的信息的一个交流 但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细 而且尤其是刚刚那波打开战 也算是VG下路自己的一个失误 因为Match是无意之中被盗钩钩 但是那个钩 而且泰坦那个钩其实挺准的 就是很细的一条 然后他就钩到了 这一波蜘蛛来到上半步 稍微掩护一下 让小翔把这个线推进去 中路的对线来说 前期然是VG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主动权 现在下路 GG下路有点难打 特别是霞还是在进化 但刚刚那一波打完了之后 尤其中路其实在之前也拼了一波 其实现在Forge的线上的情况 你会发现他的装备 他也是现在补一个多篮去稳一下线 但他的刀方面已经被拉了不少了 所以现在青钢影现在需要去动 他这个等级还就不足以去动 主要又打了一套 又是一波消耗 直接一半血就没了 不过还要压了十刀还可以 对他 太子过来是在做一个反蹲 经典反蹲 经典反蹲 但这波怎么说呢 他不出击 他主动不出击 又开始了 开始了 但一阵会出来 姐姐没有别到啊 那就是杀 这边是杀美口 闪现拉扫 旁边的话蜘蛛升天 掉下来 看一下女坦 直接反身一个Q技能定做 反正平A拿掉了Metro的人头 那这波中单来了 不敢吃这个线 如果亏两波线的话 就有点难受 就看中单什么时候回去 回去的时候 艾伯就突如吃线了 艾伯状态还是挺好的 所以 他看到中单了 他主要刚中单下来 他只能直接走 把握这波 打出自己的被动 一个钩锁上来 Skyr拖到一个草元素的隐身 中路打了一波消耗 哇 这个 天哪 是什么呀 Q不 拉了一个大招 他刚刚是拉了一个大招 把小翔这边的 这个血量 这压得很低 不过小翔这边 大招也捏在手上 所以还能接受 线上还是肯定能过得去的 还多了一个Q 但是干扰补刀了呀 塔刀的话会比较难吃 可以 其实他补刀了还是脸先十个的 但是这个 我也不好回家 对 他回家会亏一下 他这个目前的状况 就这十刀 其实来自于他前面 鳄鱼这个英雄 在低等 低等级 前三到四级的这段时间 你压这个铁男是 肯定会压刀的 那个时候积累下来的一个优势 但是随着等级的提升 铁男的技能CD越来越快的情况下 鳄鱼就不能这么着压了 这铁男 所以做了一个野斐连斗 偷了一个水源 这边人会多一点 大招也定在墙上 S杆了过来 但没有什么用 土根尽力到场非常几实 铁男没有大的 铁男没大 但是结果小翔是有大的 Q5结果交了闪线 往后拉 反手好像是一个 是一个异技能吧 一个反向的异技能 可以把小翔给推走了 有点伤 现在卡面都死了 下路有优势 他们有线权 泰坦就动起来了 但蜘蛛它装备有优势 它这一套其实很痛的 这波没有这个装备优势 一趟秒不掉 如果能跑掉的话 应该是打不死 虽然现在Code的线上压制力够强 但补刀 小翔这边是没有落下太多的 结结之后把中心放在上路去的话 我觉得是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把蜘蛛真的一直在动 它也都没有怎么刷 它就稍微每片野区动一到两个野 它就开始想抓人了 它要把节奏打快一点 对 但是你会发现 就即使如此的情况下 九筒依然不敢进 就是进你的野区 你留下来的野全都在我自个儿野区里 有点没办法 本来下路 它下路野区肯定没法进去 就它囤着这些野无所谓 反正你九筒也不会领先我多少发育 现在结结三个头在手 三百的一个赏金 我觉得等会儿估计还是会动中的 就蜘蛛把这圈也刷完之后 或者带着 动作特的线会吃那条 蜘蛛 先把自己的下半野区清理一下 蜘蛛还挺熟 它现在等级也领先 好 装备也好 但现在Forge身上是有闪现在了 来来来 动中的话 看一下要偷一个河流元素 维基的假眼是发现了这些的位置 我睁眼插出来的话 今天也知道自己被发现了 吴天心也动了 这边要抓一下上路 上路是先行开打留人了 还是要找个人捏一下 原意Solo 一技能 哦呦 这一波 闪现一 哇闪现一来玩的 真没辙了 小翔这波已经处理得很好了 但是下路这边勾到 后面有没有人能跟 抓不掉 嗯 就是 AD 发育换 上单发育嘛 嗯 这波 上单于是 但是会亏跳龙 他们也就赚掉 峡谷先锋 就换 换了一波资源 但是 其实挺好的 这样才会能打破僵局 如果 不这样做的话 当然 前提要吃掉峡谷先锋 对 你就是只能说 被对手慢慢的残起掉这些经济 那你现在换的话 至少我们能够做一些 一等一的沟通 但是没吃掉 对 就是你这个峡谷先锋 你想吃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中路的线上面 目前 就Forge这边是落后的 下路AD就有点难受 不过现在真的很难受 不敢出去 姐姐在旁边 后不过来吃一下杜存钱 他这波吃不了 峡谷先锋还是会有点亏 哎 这波是湿油 再往下面赶 而且没有GP的 而且没有GP的 闪现想定吗 但是还是被留住了 Macho是为了救自己的AD 但旁边的话 这波Macho 被顶塔顶死了 等于是做了一波 一划二 其实ED就 你看中路也事物很明确 就是骚扰 中路先骚扰掉 他们打峡谷先锋 嗯 然后他本来先推这波线嘛 然后这波是 卡米尔出来推线 他中路这波线 直接不要了 来下路 因为他知道女塔 肯定会回来的 是 那这样下路一雪塔 应该是 能够被ED就收入囊中 中路Forge 哇 一技能 狗锁空了 这把卡米尔有点没作用了 对对对 他现在在东先锋 看一下 其实这个还不要看 能不能及时的赶过去 因为毕竟知道Skyr的身上 哦 他打扰刚刚是没有用 所以这个先锋能不能过来拦一下 打的速度 应该会让掉了 所以过去会危险 我觉得EDG 哎 看到了这个有机会要打 这波肯定要打 Skyr的身上是有大招的 看一下要不要推啊 这速度好慢啊 而且这波X把位置让出来了 但实际上蓝量也不太多 慢慢的耗血 只有一个沉戒 他拖点时间 他们可以把中线给站住 主要是杰杰有点远 位置有点远 跟不上 要让 所以让了也还好 因为他们先推了下一趟 一技去这一波 也是做了一个保险之举 呃 这个峡谷先锋 X打算怎么放呢 上半步吗 还是得 来上个蹲一下 这这波是抓一个时间差嘛 可是杰杰也在 但是这波有进化 有闪现 还有大招 如果按得好的话 很难 会不肯定会被翻打的 HOP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说实话 一闪 一闪 哎 等一下 这一波 HOP的闪现好像交反了 转头被拉到了这个 米奇麦麦屋里面 两位做一个单挑 但是好像Q不不太打得过他呀 对啊 再一个Q 有没有Q进来 对啊 被打走了 哇 这样的话 这一波X 感觉好像还帮了对面一波 其实还好 因为他不大 没有那个伤害 应该还是差点 是 有点没办法 他这技能带得太稳了 就有进化 就要闪现这个 女坦 女坦比较难 我觉得 是 他唯一要杀 可能得看 就是先啊 先啊 把他炸回来 我觉得HOP 他不真的要被下一个机灵 他当时是直接估计DF一起啊 能出来 但 但他得准备一下 就是 他应该要预知一下 上面 可能会有人 他队子都在旁边就位了 中路小翔 小翔这把 这边有点扛压 一头转过来 两层 多层钱 给到一波位 但你要真说小翔的发育 其实是相当的不错的 他现在还理机二十多周 这把主要还是 我觉得是细细节上运 你可以看到杰杰和 每孔第一时间在旁边做视野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到达这边战场 后不拉了 后不发现哎 怎么有点打不过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应该 直接朝礼试一下能不能 大回来 对大回来大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再撞 而且他那个衣扇 如果先衣扇的话 我感觉 可能这个不是很合理 这不要抓Cube Cube是没有大的 对的 会被抓了 但是中复 中复两兄弟 对稍微等一下 等个技能拉草 然后后面再来一兄弟 那 Scout也是斩下Cube的人头 现在VG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 一旦他们的对线期 并没有拿到自己的 想要的优势的情况下 就得看VG怎么去打 这种逆风的中期了 抓到人了 啊 也去做做单抓 往下面走呀 这中野两兄弟 这边小翔是有大招的 应该 看他 也只能拉一下 他现在装备不够 哦 四个人 那就没办法了 枕头给到Horge 前期我们期待的 青鸡影区带动节奏 打一个进场 其实由于线上 补刀确实被压了太多了 他被泰坦抓了一波 对 有点伤 有太坦加蜘蛛把他抓了 还是需要再等一下 或者一个发育 哇 但伊犁区上路又是再次 把一个满肚层的塔给吃掉了呀 这样子的话 八杠四的人头 但是经济差是相当的大 来到五千了 其实感觉前面 久总还是得 稍微帮一下卡米尔 就打一点优势 对就是 还是那句话嘛 没联动嘛 对 就是没联动 我们当时在中野方面 他选出青鸡影的时候都说了 更多的是一个箭头 你要带打野的 你自己一个人 是不可能有什么花篮子 可以打出来的 但是 但是 我感觉跟妖姬还是 就前 中期对线的时候 跟妖姬有点像吧 需要 需要打野来 真的需要打野来 啊 这里面撞到一只鳗鱼 你上来 差了下去了 他没闪现到 但自注意不到 好像杀不了 他有点慌啊 嗯 大招 炸了一下寂寞 凤龙刷新 赶过来 姐姐是清一下河道附近危机的一个真业 九头没有大招了 这个凤龙直接让掉 MG线只能 双人入手中了 然后 另外 靠卡米尔看能不能带线 然后 稍微 补点经济吧 补完经济 看能不能团收割 这个才有机会了 不然 这样直接碰团肯定很难打了 但是得看卡米尔发育 而且这一把真的往后打的话 VG真的就只能把宝压在 iBoy一个人身上 因为这一把铁男的发育也不是特别好 其实卡米尔还 还 后期还是说挺高的 对 但是 但是 就时间发育比较长 哎 这里面都那个小胡 而且一个反手一个R技能 只推到了一个轻康椅 正面的话所有人都到场 瞬间蓝色方应该是五人骑赛 左边的话 但是的位置有点尴尬 嗯 拉起来 小翔这边开了大招 去做一个 跟对方铁男做个单挑 里面冲 歇史这个地方是直接拉了两个人 被逼在里面 一吨重追猛打 把被小翔闪现拉开 躲开了一个Q闪 Q的Q进的角度有点差 但是最终 自己的被动好像是烫死了小翔 最后一刻还是打成了一个EV solo换了一个 嗯 但这一波打完了之后 他赔上了两兄弟啊 阵型分割的太开了第一时间其实 但是不在正面 还有一个就是iBoy是最后才赶过来 他其实之前是在中路处理兵线的 嗯 你看这个 中野现在这个选择就是 太关键了 这两个英雄 嗯 这两个英雄上线很高 但下线也很低 他主要是动的也很快 就是EDG这两个英雄 而且线上强度啊 这把保证起来了 其实这个应该算是 他们发现要遏住VG启示的最大的关键 就是你线上不能弱 要让他在中路不动 这一波 只玩Scout 发现对方有两个人的情况下 正面节俭逼出了小虎的闪现之后 三打五的一个局面 EDG就直接选择又动手了 下路其实是胡建新有点失误嘛 你看 直接一回去导致被双杀了 嗯 那不过其实我感觉如果 可以直接走的 是走掉闪现都不用 因为我看后普也没想追了 就是亏一点血量 然后亏个极客小兵 但是主要那波把蜘蛛养回了 蜘蛛这把你看节奏特别的好 他抓完下路 然后直接就带泰坦去标准 是这一把应该是杰杰在五把里面最舒服的一把 对很顺畅 这打野位领先了2000多呀 飞机又陷入到了一个他们比较大的经常犯的这种错误当中 就中野 依然还是中野炸 你会发现中野是领先最多的在1DG方面 其实还是有点 嗯 主要是蜘蛛肥了吧 就是蜘蛛一开始101了之后 周筒也不敢去找他对抗 然后又抓了一波中路 导致中路也裂死了 嗯 直接上风放了出来 哇那这样子的话四座塔的入战啊 而VG方面一个塔都没有拿到 对 号半程序 撞一半 自己掉66%的生命直线 其实改版之后你会觉得虾谷先锋好脆呀 是 但是有两条呀 对 他多了一个兄弟出来 你这谁架得住啊 这把有点难开霞主要VG的 就是他带着一个进化真的 有点难开就是这种 他而且他是比较肥的一个点 就光靠酒桶 除非他能够先手找一个地方把他炸回来才有机会 就是一伞是不可能的 对 而且最要命的是你就算费了九九二虎之力 你把这个侠搞定了 然后你接下来的人也基本都被这个鳄鱼 跟其他打给咬光了 其实清醒的时候鳄鱼没有那么肥 就是他这把 这个装备还没有达到 真的可以 噢 对 他进去就收割后排 感觉小翔这一把有点献祭的意味 对对对 就没什么人管头的 还可以 其实这这把 别看他战绩 比较插蛋 他不是那种 说是对线劣势很大的 对 他发育其实是 要比这个Cube要好一些的 就是Cube身上手上有两个头吧 我们看经济就差 差一点点600块 Cube还是有两个头 他会受到中野的压力吧 他没法一直去进行压制 就这两个英雄给到其他边线压力还是蛮大的 只要他们有一点优势 那现在 因为主要是Cube身上做了太多的散装了 前面的防转做两个闪现一钩 闪现上来 不会直接被逼出了一个闪现 那这个二塔 第一时间没有及时回来防守吗 主要还是想要抓单 利用Messor的一个先手开团 没有想到EDG 四个人全部在中路 直接是拆掉了VG的中塔 VG这边阵容很难收塔 就只能两边去单带 就5对0 现在焦太郎终于收获了VG的第一座防御塔 就什么都得放 就还是打最后一条龙魂跟大龙吧 但这样节奏太偏向于EDG 会有一个情况 就之前其实小组赛也经常看到的 节奏太快 导致第四条小龙的刷新时间过早 在VG他们的装备还没有成型之前 就贸然地接团 就必须去接第四条的小龙团 我觉得他们要不考虑一下下一条龙 如果这五分钟之内 没有什么天大的转机 我觉得VG甚至得考虑下条龙魂 放了 这个男啊 这个龙你说怎么办呢 等到25分钟的时候 还是得接 还是得接 怎么样都得接 还得赶紧刷一下 VG拿水龙魂之后更不好打 那想一想哈 要怎么接才能接赢 就 就 九筒 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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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扒回来 或者把 scout 直接扒回来 然后卡米 直接扒死 嗯 他其实是比较难 真的比较难 还是要看九筒吧 你听好暴力啊 一踢踢死 没办法啊 这种时候就是 就你虽然听起来很暴力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想要试暴都试暴不成 因为 EDG这边的装备 这边女产不好开 女产进去一定会死 他第一个进去的 就是他只能九筒 先R 之后他再进 他如果直接E进去 如果R的人不是很多啊 他一定会死 这一波你看 杰杰也懂 爆破之珠 穩了 最后一盘一定要稳 是 所以老傅有一记 你要不就放在九筒 一个人去抢龙德了 就现在一滴机 不用太着急 但是这边有那个 scout 啊 就这一天 这一波没有 不够不够啊 直接一个E进来拉回来 两个 转头小胡的E进来就只空了 小翔又被这边 Cube关到了这边 一个米奇妙王屋里面 但是后面的吉兄弟 已经打不过了 Masro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拉 Cube还在大招里面前站前走 慢慢的往后拉到 scout的一个大招开的效果 算是一般吧 正面的话 Hope开了一个大招想补伤害 但是并没有拿到对方的人头 而Forge这一波 很失误啊 Forge这一波E进来直接完全踢攻了 直接把自己祝福两兄弟命都交掉 而且后续Cube也倒 X也倒 这一波Iboy直说过青春的独苗 能够换掉一个吗 不能零换舞的一波Ace Iboy身上没有闪现 这一波出大问题了 他踢回 他不踢回去 EDD应该也是要大龙 他们还是有一点点水龙回复了 是 就是你不踢回去 这一波是零换零 但是对方拿大龙 对 还能打 你踢回去了 这波是零换舞 对方拿大龙 这一脚太关键了 但真英雄就是这样 他对线没有优势 然后中期也绷得太快了 他没有时间给他去游走 或者是一些做一些干渴 他就只能够 他打盘不是会这样 先看一下这一波 比较关键的回放 怎么开蜘蛛没开到 其实前面双方的拉扯都做得蛮好的 对 而且EDD是扫人的 后续这个 就 过去想要进 这个钩锁直接 拉胯了感觉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Cube拉完了对方 这个开大的鳄鱼之后 发现剩下的四兄弟打不过 就你四打四完全打不过 而且Cube一旦进了这个大招的时候 没前排能顶 因为小狐帝时间已经顶过一波了 是的 那这一波踢完了之后 就是Hope的收割时间了 也是没有闪现的 看他打完有点崩了 这要龙魂都接不了了 这不是有点崩了 接不了了这个 这已经一万经济了 感觉已经 确实没有什么翻盘点了 找不到了 之前说的单带 但是阵容没有 真的阵容是没有 放给对面 不说自己选了好不好 放给对面的放得太好了 我真的觉得这一把 敏凯教练 把EDD换回蓝色方的时候 最后这一把的BP调整 我觉得找到了命门所在 霞就是不太怕女坦 他还带着进化 然后中三也又 又是这么强势兵中 我觉得是给对面选的太好的 是 那现在大军压进啊 两路的兵线齐推 都有大龙buff的加成 那现在Skart在中路指挥的小兵 后面下路的兵线马上要续上来 要开了 这个好舒服啊 直接高了上来 再看一下 盗勾没有拉到 盗勾没拉到 而且他平A的禁锢也没出手 转头 Mako把自己大刀用了 诶 X这个一闪 这个闪现上去 瞬间自己被融化掉了 他是空了对吧 他这个一闪 没撞到 对他一闪应该是完全空了 姐姐的节俭给到 Mastro教出自己的秒表 之后 直接Skart手下这个人头 那这波打完 融环其实都不用拿了 我确实可以一波了感觉 是 这波打完 等一波了呀 大势已去 对于VG来说 那下路的兵也不拆了 直接正面一勾 然后接上精彩绝节 旁边的话Forge冲击局 绝命一搏 都没能换掉绝节 旁边的话Cube拉了一个 这边是应该是拉了一个泰坦 最终收掉了一个晚尊的人头 但是已经不影响大局了 今天和小翔这个时候在说 你们追吧 你们追吧 我现在只想拿下这个比赛的胜利 是 现在 EDG围攻的 带着所有的小兵 围攻一下最后的主宝 我们恭喜ED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和他一样你会有点改变 好 想要说明镜与点栏目 不管怎么样 最